奧運豬仔高台跳水 大家細心欣賞了 大自盈踏下水 雖然姿勢分欠奉 不過勇氣分就十足了 豬仔爬下爬下游回去岸邊 看來好像好享受 湖南省寧香園這個豬場 豬龍每天都會趕豬仔上高台跳水 豬龍說是想豬仔更加強壯 一年跳足365天 好勤力的 跳水豬肉叫價 比起普通豬肉貴三倍 區內另一個養殖場 就訓練豬仔多些步行 每天行夠兩千步才准吃飯 主場負責人說 可以提高豬仔的免疫力 增加豬的運動量 讓豬自身抵抗的增強 少打折 少吃藥 讓他健康的 為我們提供優質的 安全的助養 豬仔有空做多些運動都好 吃飽就睡 只是長之鋒不長肉 都沒那麼值錢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來 谢谢大家